咦?什麼?沒有了?真的沒有?這麼少見的?騙錢的? Welcome back!今次一齊來玩高中生 沒錯!是學生妹 其實我對學生和校服沒什麼興趣 重點是她拿著的刀 是三把刀 這盒是Max Factory出品 重兵裝型女子高生1 2023年2月推出市面 官方年稅價是9800日圓 由簽席連協作製成 這個重兵裝系列同名的作品 在2018年12月已經出過Figma的版本 2021年也有再返過 現在出賣組裝模型都可以說是救走新屏 既然這樣都出到模型 就來匯一匯它 在這個價格帶來講 盒子就似乎小了些 那就期望它裡面會有些驚喜 打開來看 嘩!會不會少了些 框這麼大 件這麼少 沒錯!是只有驚訝 驚訝也要看看板件有什麼 灰白色的頭髮件 比起Figma其實多了一個髮型 接著有body的灰黑色件 比較有趣的是它短裙一體化了 不用做毛縫 素組就比較方便 再來就是關節和腳部長襪的件 小腿一見過不用做毛縫 是有些意料之外 還有疑似金屬式的裝甲零件 這把件都算是數一數二多件 然後有銅式的刀鞘裝飾件 高鞘本體 主刀看起來都很長身 有點像Monheng的尺寸感覺 刀身和眼睛件 眼睛已經有顏色 刀身是魚圖件 不過剪了水口呢 刀背是會有兩點白色的 哈哈哈哈 真是麻煩了 肉色件露出部分不多 所以相對較少肉色 金色的刀身裝飾件 馬尾和頭部接件 和一些小分件 真是好少的 有兩個預設表情 另外有三個面部 要另外裝眼睛件 手型來說 比就比了不對 但手下武器的手型是重複了 還有一個頗穩的地堂 還有一張水貼 打開一本說明書來看先真正的驚訝 要砌的頁數其實只有八頁 不知道是不是要還原Figma的某些設計 所以要簡化些零件 Anyway 立即剪檢看看它什麼 一盒500元以上的模型 一開球桌面都可以這麼乾淨 都不知道好生氣還是好笑 生氣是好像被困了 像這樣 笑 是可以很快就下班 組裝的時候都發現幾多細節 要另外保釋 廠家可能心想 是不分件給你們啊 你吹什麼 這種一體化設計 其實對於輕保釋的玩家 和全塗裝的玩家 都不是那麼friendly 它另外還有校服的預圖件 領邊兩粒水口明顯到一個點 所以它都提供了白邊的水貼 預料你游過了 可以一提的是它身體的關節是分得非常明顯的 胸、腹、腰三個部分可以明顯地獨立扭動 對於擺姿勢來說是非常之不錯的設計 組裝體驗來說 不用剪筍已經可以輕易砌到 對比起上次玩神翼騎士 真是輕鬆很多 組裝下還有些覺得像在組裝30ms的感覺 又不用用大力金剛紙 小件組裝感覺良好 整體體驗都是非常之好 唯一是保釋要求好像比較嚴苛 將必要的裝備組裝上身後 剩下幾件換裝的零件 在設定上來說 其實真的沒什麼好玩 女高中生Crossover武器 一是就喜歡學生妹買 一是就喜歡武器買 那你當然可以兩樣都喜歡所以買 我就看中了三把刀 就這樣就買了 它不會像Fantasy系列 要分開素體和武裝型態 所以可動性來說都算不錯 上身和腰的可動性 令到整體扭動感有高水準的表現 擺姿勢也相對比較自然不生硬 膝關節可以大幅屈曲 但上臂和前臂之間的關節 因為手甲的設計 離奇地只可以屈曲成90度 這麼輕裝化都可以放棄了可動的設計 真是很少見了 接著看看模型設計上的細節 接地台的後腰位 插口直接在玉色件後面凸一塊東西出來 都真是挺奇怪 原設定的長髮可以分開左右兩塊上下動動 組裝模型版本 又新加的長馬尾版頭髮 面部表情來說可能因為潮流輕開眼 所以全開給你了 如果是這樣的話都真的節省不少功夫 但又好貼心感 給你一些平時見到貼了水貼的面部表情 對比之下 另外裝眼部零件的真是生動很多 之後看一下武器的表現 主刀和Figma版最大的分別是多了一把小刀 但是小刀是沒有預圖的 而主刀的設計是有固定扣 要拔刀首先要解開扣 就可以整把拔出來 這種可以插入全把刀身的刀肖設計 對我來說是非常之吸引的地方 跟MSG系列的假狗設計 真是好大分別 還附有專用握刀肖的左手手型 不用用握刀柄的手型硬拆進去 上了色都沒有那麼容易刮花 而裝在背部的雙刀 這隻是有插件式的連接件可以用 當然也附有原本 掛繩式設定的可以換 不過這條膠呢 雖然可以還原設定 但就非常之幼和脆弱 還有是ABS類的膠 上色就真的要多加留意 看看無縫位 上身就是伏兩側和腰是要做無縫的 大腿兩側上臂都有縫的 而最多最長的就是刀肖本身 小腿和前手臂那些都是一體化了 大大減少了無縫的處理時間 不過減少了無縫時間 剩下的時間就是用來補色的了 要中式還原原本的設定 真是有排補的 頭的色件 空甲帶 手甲 大腿皮帶 鞋的色件 刀尾色件 刀肖本體也有很多位置要補色 最後看看不同系列的高度對比 FAG系列偏向五頭身的比例 感覺會有少少偏可愛風格 Anu Kanadia系列偏向六頭身 會帶有少女的味道 而今次這個重兵裝系列 是屬於七頭身 其實就已經很接近成年人的標準風格 所以看起來和平時玩開的美少女模型 不是很同 好像手長腳長一樣 總結 這個系列的第一彈來講 造型是非常之單調 高中身的制服和短裙看起來沒有特別之處 不過因為裝束不複雜 減低了很多活動時候零件之間的干涉 令到可動性大幅提高 一些拔刀的招式架勢 都可以輕易擺放 而要配合招式架勢 擁有出色的武器 亦都可以提升整體的美感 雖然刀身沒有什麼特別的設計 但刀鞘的線條就充滿了機械感 相比起傳統的木刀刀鞘 更加突顯到時代的感覺 素組的製作難易度其實就不太高 想為結實 但不棄手 亦因為零件數量不多 製作時間亦不會太長 但就是會顯得反售價格異常地高 Figma在這個系列其實都出了不少隻 如果它出4和6 我都應該會再中 Anyway 我對這隻的總合評分就是64分 始終性價比不高 和造型上面真的單尿了些 叫做有武器搭救下 今次的review就到這裏 如果喜歡這條片記得COS 下次再一起砌模型 拜拜